42歲龍亭仍單身無意選圈中人拍拖 被評喪音似鄧麗君 告EQ回應 42歲有小龍女之稱的龍亭 成功由旺角行人專用區唱到中年好聲音 雖然只能奪緊頸四 但獲得觀眾最愛好聲音獎 有觀眾緣更珍貴 龍亭坦誠參賽只想提高知名度 所以這次絕對是讚特 講到與參賽者丁文進全緋聞 龍亭少賢只是為了收視率交戲 又受到公開感情狀況及摘毆條件 另外 她又坦誠正跟TVB談合約 希望有機會唱劇集主題曲及拍劇 龍亭總結參加中年好聲音的經歷 最初只是為了跳出旺角提告知名度 她說 想著在電視曝光下 等看TVB的朋友認識下我 這個節目很多人看 他們見到這個女生熟口熟臉 又知道我之前做過的事 我沒有因為疫情 沒有表演放棄自己的夢想 賽前大熱的龍亭最終三甲不入 不少觀眾令她不值 還說知聲不絕 當事人就認為絕對沒有內定 更認為得民心更重要 她說 自己盡了力 唱完風了 算是滿意的表現 比賽當然有高有低 其實我最受歡迎歌手獎很開心 得到民心是投票出來 向來線上唱鄧麗君及王菲歌曲的龍亭 對於被評唱什麼都是鄧麗君腔 她就說 兩個都是天后有什麼不好 鄧麗君你已經聽不到 我聲音有點像她 有時唱她的歌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是好事來 說我像兩個不同時代最好的天后 我覺得是讚我 說到唱任何歌都是用同一個唱腔 她就強調有以歌曲本身的風格來演繹 她說 真是好搖滾不好搖滾地唱 做回那首歌原本的情感 說到參加中年好聲音得著多 龍亭就笑言不包括同參賽者 定文進傳緋聞 她說 談到真實的感情狀況 龍亭起初不想說 她說 私人生活就簡簡單單沒什麼 做事的成就 教感情靠得住 再追問就坦承擔 她說 現在真是沒有 怎麼承認 我比較主觀點 是很難找 說到你想承認 她最初搞笑話 我喜歡劉德華 四大天王都喜歡 最重要她比我厲害 我可以依靠 之後她才認真答 不會找這行的人 絕對不會 不會找男歌手 因為我很了解自己的情緒 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不想找同行 做我們這行的人自信心要把握得很好 但生活中不可以太自我 要低調些 這件事好像比較難把握咯 她亦強調不需要俊男和小鮮肉 她說 有才華重要些 比我覺得她是好為我好 好疼我 年紀大些 經驗和能力會強些 最起碼有問題時可以分享一下意見 不過42歲的她 未深刻拍拖 她說 25歲後就心急的 現在就不急了 不談感情 至上努力工作的龍亭 正跟TVB談合約 對未來有很多目標想完成 她說 我在家裡天天都看TVB 很多籌款節目都想參與一下 幫些有需要的人 又希望有機會可以唱下主題曲 知道很多人都想唱 所以要慢慢等 另外 演戲咯 如果覺得我可以栽培 我都願意吃苦 張偉健傳與索女遊船河 及澄清對方為前國偉遺商 二年58歲的張偉健 2004年和內地女星張倩結婚 日直都非常恩愛 最近張偉健反港 4月1日有份演出張國榮 世世二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狀態大用 獲得不少觀眾的讚賞 不過 5月15日 有傳媒爆出張偉健日前一組 衍生西貢碼頭 與一名小女孩 長髮索女 及愛蓉遊船河 近此失下游虛的她 對著小女孩 父愛大爆發 5月15日 張偉健接受傳媒的訪問 澄清原來長髮索女 和小女孩 是2020年年小小的 錢國偉Vilson遺商 陳婉慧 和其5歲女兒Abby 身為天主教徒的張偉健 指當日是神父叫他們坐船 當日神父也有在場 他也有叫其他圈外的朋友出席 不過他們也沒空 張偉健表示 昔日與錢國偉相熟 所以認識陳婉慧 現在錢國偉離開近3年 想為陳婉慧提供幫助 鼓勵他繼續工作 他透露雖然老婆張倩 目前身在北京 但老婆也知道他們出海 還笑著說 什麼都會有緋聞嗎 61歲馬景圖 全塞昆倫 農村歌手 近兆變武警肥大叔 有咆哮帝之稱的61歲 台灣男星馬景圖 曾經是瓊搖御用的小新 演過不少劇的他 以1994年 《二天屠龍記》 飾演張毛的一角最為經典 90年代更是紅片 中港台的人氣小新 不過 早年已不想發展的馬景圖 隨著年齡的增長 其幕前的產量也大幅下降 雖然2018年 在綜藝節目吐槽大會 強敏劉嘉玲一事 再度引起外界的關注 但近年有網民爆料 指他 諾婆現身農村素人的婚禮獻唱 因而傳他 因經濟結局而接商演 令人心酸 更加多時 近日有網民以 關於我媽在婚禮上 偶遙馬景圖為題 在社交網貼出異人的合照並透露 我媽參加朋友兒子的婚禮 嘉賓之一居然是 當年橫屬禽妖劇的 袍敲帝馬景圖 我媽沒有說明的話 完全認不出 雖然痕跡肯定在 不過還是精神霍削 馬景圖有算是我媽 乃一年代的青春記憶了 主打的就是一個情懷 P.S. 馬景圖是新朗在美國留學時的亡年交 轉滿從台灣過來參加 很有心 根據鐵文 地點顯示為瑞士蘇黎世 估計婚禮在當地舉行 當日馬景圖也有為一對的新人獻唱 喜料此撲一出 揭起網民的熱意 事關早年營留有一頭農物長髮的馬景圖 想中已變成肥大叔 慎穿西裝打胎的他 雙腳髮杖 猶如含著粒糖 赤剪短頭髮 兼髮線嚴重後移 額頭也明顯見到幾條火車軌 另一眾網民都不禁自信說 你不說誰能想到他是馬景圖 真是認不出來了 這個大叔我不信 這變化也太大了 是因為叛了嗎 感覺念叉開了 頭這摸大了 這發制線 可視他為什麼雙眼皮變成了單眼皮 歲月無情 歲老變醜實屬正常 也就挺像Tesla創辦人馬斯克迪 少林小智小和尚 卻少文 補辦婚禮 與30年拍檔色小龍合體 揭回憶 同聲出身的33歲台灣演員 卻少文 90年代 憑電影《少林小子》及《少林小子2》 甚至《烏龍員》為人熟悉 當年他飾演大麥鏡的乾頭小和尚 和嚴肅正經的色小龍 拆出不少火花 轉眼 二人已相識近30年 去年4月 卻少文向內地化妝師女友林凌帥求婚成功 並於童年的5月20日登記結婚 事隔一年 少林後於5月15日 舉辦婚宴 卻少文也在微博貼出多張大喜日子的花水照片 竟見伴兩團中出現童年拍戲的拍檔 色小龍 也讓粉絲一秒陷入回憶殺之中 卻少文5月15日在微博貼出多張婚禮現場的照片 有趣寫下與李凌帥結婚ing 原在說 我願意會不會太早 從曝蓋的照片可以見到 他將愛妻輕扭在懷中 林凌帥與前夫所生的女兒 亦同現身祝福媽媽和新爸爸 不過最令人關注的是 在伴兩團中 經見當初和學少文在少林小子中一搭一唱的色小龍 一火眼29年 不少粉絲見到兩人的合體 除了給予學少文身分祝福 也驚訝留言 嘩 龍哥也去了 看得我笑龍哥 看得童年司機都好碎 當年看我的兩花 如今取妻了 苦科聖手楊能在周星馳御用配角 少林足球演豬肉老熱舞 還扮過美人魚 TVB新劇一舞傾成 5月15日播出第一集即引來 極大的迴響 飾演舞小姐的莊詩明 5月15日晚出場時 找來醫生不抽水洗下體 莊詩明還向其他母小姐 強力推介醫生手藝很溫柔 今年64歲的楊能 入行多年 首次在幕前現身 是在1998年里歷池執道 周星馳 鄭壽文主演的學歲片《行雲一條龍》 飾演雜誌總編輯 是陳曉冬的上司 之後楊能先後演出過少林足球 《功夫》、《美人魚》、《西遊航摩篇》等周星馳的電影 也曾拍過其他港產的喜劇 包括《黃禎執道》的《著城》 《谷德昭執道》的《街友喜事2009》 《白星酒店》、《六幅喜事》等電影 不過全部都是只有幾句對白的限角 近年楊能憑《美人魚》在內地打向知名道後 不上發展 也演出過不少電影 可惜戲份全部不算多 據知楊能早年曾擔任周星馳的助理 他曾接受訪問時 提到當年在少林足球飾演豬肉露 擔著煙塞肚腩競舞的經典角色 原來是周星馳臨時想出來的 還蕭然周星馳喜歡比較醜樣的人 至於《美人魚》的演出 原來楊能最初都不知道要演出館長一角 在去到現場時 周星馳即時給對白 要他在浴缸浸入水中 還要噴氣製造水泡的效果 我們很厲害 我們都會在錶封中 很喜歡的 也會有說 到錶尾中 還要不要 擔心